NR和NMN 一个是NR一个是NMN 它跟癌症有什么关系 这个研究发现 这个NR或者NMN 它可能是可以预防癌症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如果你已经有了癌症的话 这个NR和NMN 还可能会加速这个癌症的生长 也就是说这个癌细胞 它会长得更快 因为这个NR、NMN 它可以促进这个代谢加快 那么这个癌细胞也会长得更快 就是说如果没有癌症 它可以预防癌症 如果有癌症 它可能会加速这个癌细胞的生长 这个NMN和NR的一些副作用 我们再讲一下 第一个 NMN和NR 它不会导致这个脸红 不会导致脸红 有些人吃了脸红 但是NMN和NR 它是不会导致脸红 这个脸发热 第二个 它也NMN和NR 它不会导致这个恶心 眩晕 晕头晕脑的 也不会导致恶心 眩晕 第三个 NMN和NR 它不会对肝脏造成损伤 NMN和NR 它不会对肝脏造成损伤 这都是根据一些研究总结出来的这几点 还有第四个 就是NMN和NR 它不会影响你的睡眠 我们再讲这个NR和NMN 它呢 它可能会有很多的这个好处 在人体身上 但是呢 这些还没有经过科学的实验 经过一个长期的大规模的一个实验和产生数据来证明这一点 那么之前这个很多这个实验 比如比较长期的呢 都是在老鼠身上 在老鼠身上做了这个实验 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但是呢 在人类的身上 做这个实验呢 有 有是有 但是呢 第一个就是说 数量比较少 人数比较少 可能就十个人 几个人 是实验对象 做的实验 它并不是说几千个人 上万个人 去做这个实验 第二个呢 做的这个实验 在人体身上的实验呢 它这个时间 这个时间比较短 这是一小段时间里面 它并没有说是长期的 那么你如果是吃这个NR NMN 你是一个长期的 半年 一年 两年 三年吃 但是这个实验 目前科学实验的数据呢 它才只有几个月 所以长期效果 和这个短期的实验数据呢 它并不能够 并不能证明 就是说长期就肯定 跟这个短期效果是一样的 这就是说 现在缺乏一个大规模的 人体身上的 长期的一个实验的数据 来证明NR和NMN的好处 现在还没有这样的证明 那当然了 这也就是一个缺点了 因为你没有长期的 这个跟踪的实验数据 所以说 比如说你短期实验 证明说没有什么坏处 没有不会对肝脏 肾脏造成什么影响 没有坏处 但是你并不 短期的这个实验 并不能证明长期 这个实验 比如说是几个月的实验 它证明是没有坏处 没有对肝脏生长造成破坏 但是你并不能证明长期的 长期的实验现在还没有 就是说这个数据 就是说对跟踪 某一定数量的人群 它长期服用几年 一年两年三年几年 长期的服用这个NMN和NR 对这个肝脏生长 有没有什么影响 这样的数据还是缺乏 没有 所以CS不确定 这个第二个问题就是 NR和NMN 它有可能会加速癌症的生长 这个是指在你的身体 已经有了癌症的情况下 它可能会让这个癌症 这个肿瘤长得更快 这也是第二个缺点 所以如果您现在的这个年纪 还不是非常大 二十几岁或者三十几岁 那么你现在这个抗衰老 还不是那么迫切 你可以再等两年 等个几年 等个几年 等这个NMN和NR的这种 大规模的人体的 长期的实验数据 出来了之后 确定了之后 你再选择开始服用 那这是一个比较好的策略 那么如果你年纪本身 已经比较大了 不能等了 没有那么长时间可以等 那你在获得这个好处的同时 获得这个NMN的好处 同时你同时也要去承担 一定的未知的风险 因为现在人体的实验数据 它没有一个长期的 这么一个实验数据 那虽然是在老鼠身上实验了 在老鼠身上实验了 没有什么大问题 都还是比较好的 但是老鼠跟人是不一样 你不能用老鼠来证明人 那还有一个就是说 NMN它不会导致这个脸红 和这个恶心眩晕 那是什么导致的呢 是NAM NAM就是这个 NAD加被用掉了之后 就变成了NAM 就好像我以前视频讲的 就好像这个西瓜被吃掉了之后 变成了西瓜皮了 就是这个西瓜皮 这个NAM大剂量的进入身体之后 可能会导致这个脸红 以及这个恶心 那所以呢 并不是NAMN来导致这个脸红和恶心 而是这个NAM导致的 然后呢 这个NAM呢 它也不会一下子导致这个NAM 升高到可以导致这个脸红和恶心的这个程度 一般的是不会导致的 然后呢 这个研究呢 也证明了 这个人体呢 是可以吸收NAM的 是可以吸收的 吸收了之后呢 可以导致这个人体的这个代谢加速 我们再说 这个皮肤 这个脸 脸红 吃了这个胭酸之后呢 它会导致这个脸红 我吃了之后呢 是耳朵这个地方 耳朵会很红 很热 耳朵很红 很热 那个感觉非常明显 耳朵很红很热 这是在吃了这个腌酸 我当时吃了这个腌酸呢 是那个澳洲的那个腌酸 我给你看一下 我当时吃了这个腌酸呢 是这个牌子的 是这个澳洲的这个 这个Sinext 它里面是含有这个腌酸的 吃了之后呢 我在空腹吃了之后呢 这个耳朵红 我发热 就是跟他这个研究报告里面 讲的这个皮肤 这个会泛红 脸会红是一样的 那么这个脸红这个事情 只有腌酸会发生 只有腌酸会发生 NMN和NR 它是吃了之后 是不会有这个脸红 耳朵发热 不会的 只有腌酸 那这个腌酸跟NR 跟NMN 有什么差别呢 这个腌酸 NR NMN 它们都可以 在细胞里面 经过代谢 变成这个NAD 加 变成NAD 加 这个NAD 加 就好像是一个吸管 这个就好像 或者说是一个 蓝料 这个长寿基因 长寿基因 这个是Tuin基因 它需要这个NAD 加 去激活这个长寿基因 然后这个长寿基因 这一些蛋白质呢 去做一些长寿方面的 维护 维护的和有利于长寿的一些事情 去做一些促进长寿的事情 那么这个事情要去做 它要有这个NAD 加来作为一种蓝料 作为一种营养 来促进这个 Satuin的长寿基因 开始工作 开始活动 那么活动了之后呢 这个NAD 加呢 就变成了NAM NAM了啊 那么什么东西可以变成NAD 加呢 NMN 可以变成NAD 加 NR 可以变成NAD 加 这个腌酸 也可以变成NAD 加 所以是有很多东西都可以变成NAD 加的 所以这个 再讲这个 就腌酸呢 也可以 NMN也可以 但是腌酸呢 会导致脸红 耳朵红 皮肤这里泛红 但是NMN和NR呢 它不会导致脸红